歡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帶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范英華 我是去領泰 領泰哥今天這個加權結束開盤還不錯 但是這個開高走低喔 結果持續在這個低檔來震盪 震盪震盪最後面呢 來到了這個8612點左右 現在還是下跌的格局喔 但是這個開高走低喔 那麼最後一盤呢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等一下帶大家來掌握 但是今天在一些台積電表現還不錯 鴻海呢大家也說可能盤中 也算是一個撐盤的要角喔 但是現在來說的話也是稍微翻黑 在鴻海的部分目前是90.7塊錢 另外呢金融股今天是有一點表現的喔 在聯發科表現也算不錯 還有大力光大力光呢今天來說的話 這個漲幅有2.2%左右 整個在這個大型的電子股啊 或者是一些金融股啊 勉勉強強在撐盤 可是還是有一些個股是往下掉的喔 美律啊打到跌停板 那麼盤中呢這個TPK的部分 也是越來越弱勢 最後面呢也是收在這個跌停板的位置 好這些個股呢好像都跟蘋果 有些跟蘋果有關係喔 蘋概股今天也特別的弱勢 要怎麼來觀察整個盤式 好蘋概股當然就弱勢了嘛 因為蘋果我們昨天還花很多時間 跟大家講蘋果嗎 導播讓我們看一下蘋果好了喔 蘋果的股價不怎麼樣你說 你看看蘋果的股價啊 你看看這個好像也是越來越低 好像有點慢性自殺那種感覺喔 你注意那個1 在左邊大家看到畫面 左邊有119嘛 你看他如果是119的話呢 就要小心喔 跌破119大概 大概蘋果就這個game over 遊戲就結束了 那大概對於 因為我雖然跟大家講說 他要往上到130幾啊難度比較高 因為技術面也不對對不對 那麼這個只到跌到119的話呢 難度比較簡單 因為只剩兩塊啊 兩塊三塊就跌破了嘛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喔 這個因為蘋果的技術面不對 所以平概股就差不多了啦 注意一些 注意一些我們要跟大家講的股票 一些股票不太對勁喔 好那再回到盤面上喔 那麼麻煩導播讓我們看一下這個 今天跌聽版的那一些股票 那一些股票 這麼殘忍喔 先看一下喔 好TPK 沒話說嘛 平概股嘛 這個我們這個空單 我都跟大家講 TPK啦 三四七四的啦 華亞科啦 都不知道怎麼補了 彈上來我也不怕 你看TPK要殺到跌聽版啦 我待會兒把TPK的這個技術面 給大家看 還有美律啦 你看美律喔 2439的美律 也是我們的空單 這些都是我們的空單 我超喜歡空單 我跟大家講是輪空嘛 輪空 待會兒我們從美律的技術圖型 來跟大家講 好再把跌聽版的加速 再讓我們看一下 那一些跌聽版的那些 往上看 尾蒙 海滑 蒲瑞 對 再拉高 再下一頁 在營灰 營灰是我們的空單 我昨天才跟大家講的 連續兩天跌停 奧斯特 陽華 福華 新立宏 嘉義 你看就單單這一頁 投資朋友你看到了什麼 你不覺得主力股好像 這幾天 這幾天天天天暴敵 對 這個主力圈來點不知道出什麼事情 大家要稍微想一下 這個引爆的這個小型股的連鎖反應的話 這個大家要注意 什麼俊益電 那個字唸益吧 俊益電 當然美麗那些比較 TPK也不是主力股 我們從偽蒙開始 底下海滑一堆 然後我們前兩天跟大家講的營灰 我說這個融 而且我跟大家講那些 那些主力股融資使用率 都高達九成 八九成 都高達八九成 而且融卷突然爆增 我跟你講這樣 這個 為什麼都是主力股 不知道 這個我也不知道 我 我不行說 這個有一點怪怪的 我大三與玉來 這個東西 我二十幾年的經驗 所以 所以我這二三十年來 不知道空了多少股票 被我空到下市了 這是觀念 當然我不是說這一些 這是說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要跟大家講 表示說這個背景環境 已經不太對了 已經不太對了 因為這一波突然間 從一萬點左右擊殺下來 很多主力圈根本來不 根本來不及 來不及跑 這個去牽動整個屏種 一擊 跳空跌艇 大家不用覺得很奇怪 大家都賣不出 不是你的賣不出 是大家都賣不出 這個風暴引爆出來的 這個很可觀 好你看指數尾盤還翻紅 對 你看多好妙 黃拉 黃拉 因為在拉權重股 在拉權重股 包括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台積電 你看台積電 台積電最後一筆拉上來 你看這一定是關股 關股在做的 那不用太care 這個沒什麼大不了的 因為這個 你有買台積電嗎 沒有吧 再看一下那個國泰金 你看 有沒有 你有買國泰金嗎 你沒有吧 你有買那個富邦金嗎 有買國泰金跟富邦金 你應該不會看我節目 我也知道 買台積電也不會看我節目 你比較擔心是你的2439美綠這些 我再講一遍 下禮拜開始進入八月份 八月份的行情會很精彩 非常非常的精彩 絕對不是大家想的 月限跌了幾個月一定會怎麼樣 然後這個總統選舉行情 我再講一遍 現在是政治惡鬥的行情比較居多 是我們國內這個假日也不會很平均 什麼課綱微調那些問題還很精彩 現在已經抗議了 對啊 已經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政經政經 政治一定影響經濟 這個八月份 搞不好各家黨派都推出總統候選人來 市場上更亂更亂 不是你所想像的 那毛院長最近推出來這個什麼 政經經濟方案有沒有 你不要演那麼簡單 因為我看過那個內容 我認為是很不錯 我覺得毛院長真的很不錯 可是有盲點 為什麼 有些東西要經過立法院同意 那沒那麼簡單 現在大家不可以選舉 大家要去負責 你如果要通過那些 要怎麼怎麼就跟你說 政治買票 選舉買票 對不對 這個問題會很多 想想我講的話 明哲保身 要學會 保護自己的放手 做一個所謂的反彈賣點放空 這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好 麻煩易华 最後沒再解釋的部分 是拉尾盤 今天早盤是開高走低震盪 最後一盤 包括在台積電 趙鋒金 中信金 還有中鋼 日月光 國泰金 通通都是這些 可能投資人手上不會有的一些個股 是在拉台的 那麼在最後一盤 往上級拉了五十幾點 最後面收載了八千六百六十五點 是小漲的十三點 那麼在這個漲幅的部分 百分之零減一六 今天來說的話 量是八百五十九億 也是比昨天稍微的減少一些些 要不是最後一盤拉上來 應該今天也是往下跌的一個格局 林泰哥 這個狂拉五十幾點 最後面變成八千六百六十五點 等一下怎麼來解讀呢 是不是代表說 整個政策在偏多 如果政策偏多 我們還要跟他這樣子 比較保守嗎 因為現在全市場全世界又不怎麼樣 八月份才是一個更精采的 另一個階段的下跌段 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像這樣的話 搞不好下禮拜先開板就先把它跌回去了 通常有時候會是這樣子 不用太樂觀 本來我們等一下看那個電腦圖表就知道了 這個只是一個反彈而已 好那我們先進廣告吧 好這個指數呢 到底怎麼樣進一步的解讀 等一下我們有更多的分析 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我要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男人的命根子絕對不可以太寬鬆 否則就會像這樣 不太好也不健康 PRO MAN抓得住我 豪門內衣 專業 真男人 PRO MAN豪門內衣 酷 五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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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超優惠 所以說三次 床的世界揪年器 全款床墊五八折回饋 美國筆革命床 月付一間二 加碼送精品幼木床架 美國原裝喜夢斯 只要月付一千三百八 請來床的世界 介紹你這台冰力移動式水冷器 一台得多台用喔 是霧化機 超省電 四十環境 淨化空氣 是護理子機 很健康喔 更生一台可以隨時移動的水冷器 只有165瓦喔 真的超省電 用得很放心喔 所以冰力水冷器 會給你全所未有的 十二大承諾保證 靜強降溫 物理除能制冷原理 根據環境不同 最高可降溫8度 滋潤空氣 呼呼式水循環充洗 蒸發量大 噴霧加湿效果更好 淨化空氣 特大空氣過濾網 水連雙重過濾 更有效淨化空氣 寧靜自然 還有美國骨馬威克潤滑電機 運轉超穩定 自然寧靜 人性關愛 微電腦控制 清除按鍵 數碼顯示室內溫度 掌控自如 六公尺遠距離遙控 120度大角度接收 一切盡在掌控中 智能科技 定時關機 監控風明提示 關機自動記憶 健康生活 不離死殺菌除臭 油污分解 粗冷飆風 創新雙渦輪離心送風技術 風速每秒12公尺 寶石美容 創新含霧功能 水分子超微細 吸收效果更好 安全防塵 補水自動體式 上下左右改動 立體送風 靜霸超近 六檔風速 三檔自然風 三檔睡眠風 靜風 靜音 隨心所欲 一通電話 立即享受 清靜靜冷 只要十分之一遍費的水冷器 馬上買 馬上忍 馬上省 兵力移動性水冷器 歡迎回到台股新攻略 剛剛在加權集數的部分 最後一盤是往上急拉的 看得出什麼啊 丁泰哥 人家說那個政府 好像被人家罵到一個不行人 趕快出手要來護盤了 是這樣子嗎 這個底部是不是已經看到了 這個市場 市場要自由化 你真的要護盤並不容易 因為這個外資 是比較不積極的 那八月份 因為九月份市場上評估 聯準會是要升息的 所以你在八月份 我認為美股也沒有什麼行情 你看最近 我剛才已經讓大家看到說 這個蘋果的做法 大家就知道 美國股市待會兒 你看我們都是在避險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電腦圖表好了 我們再次跟大家強調一下 現在我們電腦圖表顯示出來的 這個是來看一下 加權指數 我說借利式的下跌 波浪理論下 這個年限下彎是要跌一年 所以這時間是很久的 時間是很久的 然後空頭隔起就是要堅持做空 明則保身 這個空頭隔起不要 不要忽多忽空 有些人很奇怪 這前兩天談上來 我還是一樣 我智慧也知道 投資朋友我也不否認 像那個一瓦你知道嗎 我們去跟投資朋友上課的時候 投資朋友都說 誰說這個萬點行情 誰說連續跌兩個月三個月會怎麼樣 都在講這個 每個人都還跟我講說 老師人家都說已經低檔不多了 這個一個月前我去演講就講了 一個月前還暴停 一個月這個還暴停 那投資朋友我跟你講 你不要跟我講那個 因為現在市場上只有我在講空 昨天市場跟我說空 所以你不要跟我講誰在講 因為我怎麼會知道 大家都在講 大家都在講 全市場只有我在講空 只有我 而且我是從這個上頭5月8號 我是5月8號 來照一下 我是5月8號 我是5月8號 這是5月8號 5月8號 來萬點以上空間有限 萬點以下生不可測 我是5月8號跟大家講的 投資朋友你同 我是5月8號 全台灣也沒有人會在那邊 那時候大概都什麼主身段 什麼突破大行情 什麼萬點 一萬億一萬二亂喊 有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是5月8號跟大家講的 5月8號 照一下5月8號跟大家講的 這是5月8號 今天都7月底了 最後一天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 我從來沒有講過說 這裡要翻 這個要翻多 跌升 我永遠還是三隻小豬 你管到尾盤 這個誰在拉 這個政策也拉 那就拉吧 就拉 趨勢是沒有辦法抵擋的 大家都在講低檔 逢低 不要殺低 都有低點 昨天台北股是彈了88點 到那邊敲鑼打鼓 錯 昨天是賞金融股 昨天還是一樣跌電子股 我們今天手上的電子股 一大堆跌停板 你不要搞錯 我是做空的 我是做空的 來看再回到電腦圖表 好 指數是階梯式的下跌 階梯式的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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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限是下彎的 多頭回不去了 你想就知道多頭回不 就這個時間是又臭又長 那階梯式的下 我們照到這邊來 再放大給大家看好了 階梯式的下跌 每一次都會有假突破 假突破 這個也是假突破 這一塊 在這邊也是假突破 我們把它上面一點 有沒有 這邊也是假突破 那這邊 昨天也假突破 所以你昨天也可以放 一點點的空單進去 那擊殺你補不補 無所謂 你看你手你的停力點 停力點 那大家知道 我們跟大家像3673的乘空 看一下 乘空 你看 這個我就深不可測 我當作跟大家講深不可測 你看它怎麼破了 這個就是假突破 我們就在這附近空了 我有跟大家提到說 怎麼空 假突破的第二根 第二根來空 那你停順點 所突破的最高點那個 大概2%左右 所以這是一空再空 也不知道怎麼回補了 那這邊就真跌破了 我跟大家講深不可測 那你測量 測量到這邊有沒有 測量在這邊 你看跌破這裡 測量 因為它還繼續破 那可見這種股票就叫做深不可測 深不可測 那我比較擔心大家 因為這種股票很多人喜歡買 那一直跌 大家有什麼GIS那個什麼股票 夜層是不是 那夜層就是說 夜層 它比夜層基本面好很好 隨便你啦 反正它跌破是四指的 我也本來跟大家說這個 我也懶得跟你講了 好再隨便跟大家講一下 再跟大家講一下 我說裝空IC這力望 小心這補點 因為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最近這個 小米跟小米也有 華為的手機都沒有 都取消了NFC的概念 所以裝空IC設計是力望 為什麼提他 因為他還蠻有 他還蠻有肉的 蠻有肉的 那這兩天是可以加空 因為昨天有沒有 這一條線你看 昨天是打到這一個就下來了 所以這個附近以上 這個上面你可以頭部空 來到這個地方有沒有 你還可以再空 再空 那破這個呢 破這個點 這剛好打到這 破這個就破線追空 再繼續空 327的也是深不可測 這一樣的深不可測 雙空IC設計 深不可測 這原相 這個叫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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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不可測 我告訴你這一樣 你試試看 這連線再彎的話 就有得跌了 連線已經下彎了 好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3189的 緊碩也是 緊碩也是 緊碩我放大給你看 你看緊碩我放大給你看 緊碩也是 破線追空 有沒有 破線追空 外資還給它降頻 外資降頻你看 今天再度破底 再度破底 2439的美率 也是一樣啊 一路跌一路跌 3556的 和瑞亞跌深的反彈 但是你這裡要補 因為它即將要容卷回補 你要先補 等一下除完全息的時候有沒有 再空一次 再空一次 我專攻IC設計 這個大家都要小心 這些股票都 都不是很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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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看 這個真的空頭來 全部都是假突破 假的 你說空第二根 我們也是空在這裡 這邊 這邊我們回補掉了 回補掉了 因為它一定要回補 它不是說我要回補 它一定要回補 這些大家都要小心一下 這些股票 事實上 股市走到這裡的話 難度越來越高 你真的要再做多賺到錢的機會 已經比較低了 好 這個旗子的收牌 麻煩瑞瓦跟我們講一下 今天在這個期貨市場 最後面一盤還是往上拉的 跟這個現貨市場的表現 其實是如出一側 但是很可惜沒有翻紅 在這個台子期的部分 最後面收窄了8570點 還是下跌了0.4%左右 那麼在電子期的部分 下跌了0.3% 指數來到了328點左右 金融期的部分 就稍微比較厲害一些些了 最後面是收窄了紅盤之上 小漲0.05% 那麼在起數的部分 是1126點 今天在這個期貨跟現貨市場 只有金融期跟加權指數 最後面是勉強收紅的格局 這兩大這個重點來說的話 林泰哥現在重點 是不是放在金融股 還是靠金融股 金融股是資深大盤的多頭的 這兩天都漲金融股 我們來看看我們這個 電腦這邊的光環這檔股票 這也是捐空避險的股票 注意喔 它這個跌 支援股票不會馬上死 但是它現在已經這邊 上檔壓力已經出來了 所以呢 8月份通常會補跌這個 還有8月份要注意太陽冷的股票 太陽冷的股票也有它的風險 生技股就不用講 韓國生技股是暴跌的 韓國國內已經傳出來 他們的生技股有泡沫的疑慮 所以韓國股是暴跌 那個生技股跌 有10% 20%都在跌 好那我們來看看我們 我們這一套操盤工具 我說我經常跟同學講說 有工具帶我們 大家來找我走走走走走 看看我們的操盤工具 大概全台灣只有 所有的操盤工具 軟體啊 所有的軟體 我們都知道 所有的軟體就是什麼 就是紅買綠賣啊 主力庫存啊 什麼主力籌碼啊 那個誰沒有啊 每一套都有啊 不用為了那種東西 覺得很稀奇奇怪的 不要為了那種東西 都說籌碼啊 主力庫存啊 什麼一堆啊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什麼 什麼主力啊什麼 還有什麼 買賣軍章啊什麼 那個誰沒有 那個都有啦 我們也一定有 但是我很少拿那個 因為覺得 反正那個大家都有的東西 我要跟大家講沒有的 這是我們的操盤工具裡面 每天都有的分析 這是4月15號的8點35分 4月15號今天是7月底 3個月4個月前喔 3個月前4個月前的時候有沒有 4月15號8點35分 來看一下往下 我說轉折是落在5月8號 有沒有看到 我們是5月8號開始看空 這樣才是完整的操盤工具啊 不是啊 拿個工具都還沒回去 還要在那邊拆 這個紅會不會等一下變成綠 還沒在那邊拆 果然等一下就變成綠了 果然等一下就變成綠了 你看看 你看我們的操盤工具你看 你看有沒有 我會跟大家講 你如果看到那個 老師那個 美國納斯達克沒有什麼跌到啊什麼的 錯 來 納斯達克注意 這裡面就是高科技股的 在長什麼 在長ATNT 這是避險用的 電信類股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外資最近在買什麼 中華電 有沒有注意到 有啦 最近外資在大買中華電 因為外資在外國都買電信股 那是用來空頭避險用的 還要運作 其他蘋果 122 一122 沒有看到 蘋果是還沒有出現什麼狀況 這個跌破季線 跌破年限 這些都是 你看 這個是多頭的 這個 這個是空頭的 對 而且這兩個雙空頭就跌破年限 全部 全部都跌破年限了 底下也是一樣 我这样讲你没有听懂 你看到的是外表 你的工具里面只有红买绿卖 我们的操盘工具 却能够精准地掌握国际股市当中 各股的分析 跟台股的联动 这跟陈宏有关系 最近这个股票跌得很惨 陈宏就跌得很惨 这个股票即将要大跌 红杰科你要注意的 很多美光破底 华雅科只是反弹 N科前两天反弹 封测 持续再跌 昨天3D列印一跌就是8% 10% 同志朋友我这样讲你没有听懂 你要的是一个完整的操盘工具 同志朋友你自己想想看 所有的技术面大家都有 这有什么稀奇 所有的技术面都有筹码的 那是倒来倒去而已 所有都有主力库存 那有什么 你觉得那很稀奇吗 什么雷的 哪一套工具没有啊 但是你哪一套工具有像我们这么精准的分析 国际股市的内容 好 那么我还是强调 8月份更精彩 8月份更精彩 这里不止 连这个假日你看 这个假日也不会很平静 你要知道 什么刻纲微调 我还要注意 我还要注意我说 我还要跟你说 8月份很精彩 8月份刚开始就有什么微调 什么特地的课纲的问题不是你所想象那么容易 最近这种国票莫名其他天天跳空跌停 我要跟大家讲 你要小心主力股 最近我感觉那种 这个我多年来的敏感程度 这不太对 主力圈最近是怎么 不太对 但是我也不能讲什么 你做个参考 最近这个国票莫名其他天天跳空跌停 盖着什么洋华 4703的洋华一堆啦 一堆啦 我们是跟他讲说 你要注意一下那种融资使用率过高的 亏损 EPS亏了六块钱 你看股价是这样拉上来的 融资使用率高达九成 全台湾只有我们客户有在空而已 管他 反正我们先赚两只再说 先赚两只再说 注意一下融资使用率高达八成九成 这也是啊 这上次我们空过一次 那现在又来了 又来了 空点又来了 这融资使用这是赔钱的公司哦 这个就不用担心 那什么资券要和融券要回补 又没有办法 没有赔钱公司有什么权好除息 没得除全息啦 就可以一路空下去了啦 反弹这个 刚好反弹到零界点 守停利点 守停孙点 先守停孙点 这个啊 融资使用率八成 赔了 大赔的公司 注意这些股票 都要小心哦 都要小心 我还是强调哦 投资朋友 你们我们在做股票同时当中 一定要跟大家警告一些 你可能 你自己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没有注意到 像美率啊 美率也是我们的空单 我们 投资朋友 我郑重地跟投资朋友讲 我去顶太 不会说一套做一套 我五月八号看空 那时候九千七九千八 有没有 我就卖股票放空了 我不会说一套 你现在看到像这种都是我们的空单 而且这个空了两次 五月八号那边空了一次 在这附近五月份那边空了一次 那补了一次再空 我说所以我说 这段过程当中我们改空和瑞亚也暴跌 这里再空 你不要被他夹到这一段 这一段连续空 再破底 美率今天又跌停了 跌停了 紧缩 我说外资报告不对 外资报告不对 他还实施库藏股 照空不误 没可能放他 没可能放他 我们三一八九紧缩 你看 有没有 三一八紧缩 你看电脑图表就知道 紧缩 而且我们呢 操盘工具里面还有 还有空点 还有跟大家讲空点 跟大家讲空点 有没有看到 紧缩有没有看到 我们回到电脑图表 空点是照到这里来好了 你看 几点几分 七月七号的九点四十八分 叫你卷空避嫌 你看紧缩 一个卷空下来 照到这里来 照到这里来 你看 有没有看到 一个卷空下来 天天破底 郁金光也是我们 很喜欢空的股票 不过要有方法 我说这要有方法 郁金光怎么空 空 破线追空 这里回补拉高 这边再空 没有意外 下礼拜又要破底了 又要破底 反正怎么空都是大货全胜 App Play App Play 我说装空什么 有没有听懂 装空IC设计 装空IC设计 很漂亮 NFC的力望那些 都要小心 装空这种股票 卷空避嫌 这个IC设计 这个很扯 来我们刚刚一档股票 叫汉维科 汉维科 这个3658的汉维科 是不是IC设计的龙头 股后 是不是 来来来 我们什么时候跟大家讲的 来 这是什么时候 照过来 这是什么时候 照过来这是什么 2400块的附近 就在这附近 跟你讲外资大降频 然后又单 股后啊 这种两三千块的股票 开什么 好像单月可以亏损的 你看看 2400多块 现在存多少 看电脑图表 1500 剩1500 电脑图表剩1500 在这个地方空的 这个这个是可以追空 这是汉维科 这个是汉维科 汉维科 汉维科 这个我们不会跟大家乱讲 我就跟大家讲 有些股票多莫名其妙 多莫名其妙 有没有这个 多莫名其妙 你看 这个上次被我们空了 这个也不知道怎么补啊 反正大头部都已经出来 融资使用一八九成 因为啊这个来说 破线追空嘛 现在两支跌停 两支跌停 细瓶也是 政要也是 和瑞亚也是 还有这个跟大家讲 细瓶有没有 像这个都是长线多空的 有大也都是这种做法的 有大这种做法的 我们呢 还是一道话语句 投授朋友 这个时间点啊 不要去想太多了 你唯有 唯有来帮助自己 据话让我说的 我这两天跟大家提到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愿意接受你 我们最后的话 跟大家讲一下 就只有今天 降帅无能 累死三军 你现在时间点 就是改变战术 所以你要 就现在 最后一天 带枪投靠 一切OK 迎接赚钱的契机 谢谢大家 好 今天这个指数的部分呢 虽然就最后一盘往上拉了 但是呢 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最新筹码面的变化 外资在期货的部分 今天操作是比较偏空操作 最后面呢 在这个空单的部分呢 是稍微增加了 3984口 在整个这个水位的部分 还是比较偏空的 再度逼近了万口的水位 怎么样进步的解读呢 更多的分析 其实走进我们节目 下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